中国女排,她削发明智,是要摆脱低迷,成为朱婷2019最佳帮手。 北京时间2019年3月17日,中国女排国家队已经抵达漳州,2019年的首期封闭集训即将正式开启。 在2019年的国家队大名单中,有一位队员是备受球迷的关注,小编口中的队员便是主公张长宁。 来自江苏的张长宁自2015年以来是稳坐中国女排主力主公的位置。 在2015年的女排世界杯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,张长宁都有着出色的发挥,是中国女排成功登顶的大功臣。 然而进入东京周期,张长宁却相当时运不济,在2017年的国家队集训中,张长宁是意外受伤,并因此错过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争夺。 而到了2018年,张长宁更是伤病缠身,先是联赛结束后做手术,手术归来之后又在被占亚运会的封闭集训中意外受伤。 这两年的连连受伤让张长宁的状态是大为下滑,在2018年的女排世锦赛上,张长宁的发挥是被球迷诟病不已。 东京周期的前两年,张长宁的国家队之旅是相当的坎坷,为了在2019年一扫此前的阴霾,张长宁是缺发明制,是要摆脱低迷。 在今日,张长宁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新发型,并把新发型和青年时候进行对比,张长宁的这一行为在球迷看来显然是缺发明制了,毕竟20172018实在是太不顺了。 张长宁削发明制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大利好,现如今的这只中国女排离不开张长宁,张长宁的全面型是如今这只中国女排的大财富。 2017-2017-2018这两年间,张长宁没有能够顶起朱婷对角的位置,2019年健康归来又削发明制的张长宁将成为朱婷的最佳帮手。 朱婷和张长宁和张长宁这对主攻双死心有望,在2019年再度闪耀世界女子女排,女排世界杯的未免就靠他俩了。 加油,中国女排